漂亮 这个球是扑到了中路 这个 用我们的话来说是比较典型的杀上网 杀完球直接上网 羽毛球球拍的长度比较高 所以他这个中间就更便宜 女士们先生 三号场队比赛即将开始 请裁判员丽诺源同场 曾经采访陈隆的时候 他就说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运动 你还会选羽毛球吗 这时候他很犹豫 后来说为什么犹豫 他说因为羽毛球训练太苦了 但是他说通过训练以后 他说我感觉我独立性很强 如果说不练羽毛球的人 跟我这个年龄 肯定没有我独立性强 那么当谈到压力的时候 他说这个压力竞争太激烈 所以压力很大 他说我唯一的方法 就是有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 和朋友出去吃吃饭 聊聊天 但是他说我常常能够 把压力变成动力 因为只有成绩突出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获得自由 漂亮 那陈龙这个跳起来以后杀一个斜线 所以这样就是个子高 这个是他的优点 优点了 对 他身材比较高 再加上一个起跳 所以他的这个弱点就会比较深 戈尔达你觉得这个杀的时候 杀这个外斜线 就是往外的斜着走 还是杀这边 哪个更容易 应该是杀这个内斜线容易 那么专题 怎么讲 主要是你看对球的一个理解 其实两边这个对角的这个球呢 多可以说 可能阵手会容易一点 因为阵手他比较顺一点 十七 比七 那现在我们闹ıyla技工 idi调 应该是姆泰 nursing 中国 江形 生理 弟肉 白 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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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te 那么第一局18比8 成龙在打比方以前很多 从实力来看的话 应该再有一点的优势 虽然我们说 双方都是年轻的运动员 在这个比赛当中 那么成龙的进攻的威胁 相对来说要比华永春要来得大 所以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他还是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能取得这个比分 漂亮 中国队的成龙 包括刚才的陈金 包括林丹 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 一个个子都比较偏高一些 第二个就是说 从正手进攻来讲 都是比对方要压力大 威胁要大一些 对对 但林丹就更突出一些 对 林丹不只是说在这几个人 他应该是在目前在这个雨滩上面 进攻是最突出的一位运动员 对 但是从风格上应该是不是说 他们三个人都是属于一类的打法 不完全一类 像林丹这个 他现在又有所改变了 因为这个年龄的不断增加 人也越来越成熟 所以现在的打法我觉得也非常的成熟 他不是像过去那么着急上来就打得比较快啊 那么就进攻 所以像刚才我们讲 他开局打得还是比较 就是说四平八稳的样子 一方面就是他成熟 一方面也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跟身体状况 因为你一上来要打很快的话 相对来说呢 你要能够应付整场的比赛 所以他现在打的就是一个 所以拉开寻找机会去突击 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种打法 那么这位成绩呢 他是属于一种手中反攻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区域 那么这位像这个成龙呢 我觉得介于两者之间 他是属于 因为毕竟比较年轻嘛 所以主导思想他们根本比较近